15岁的少年偷开外公的车外出 造成三个人过世的悲剧 汽车有强制险 任意险 超额会赔吗 父母有什么责任 少年无照驾驶 强制险每人理赔200万 会先赔偿给被害人 若有购买任意第三人和超额保险 驾驶人无照是不会启动的 依照民法第187条第一项前段 为成年子女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 法定代理人是需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15岁未成年 除了自己背负过失致死的刑责 父母还要赔上千万 多年前听过朋友的孩子 高中毕业刚考上加照 带女朋友出游 半夜车速过快 与汽车发生严重的碰撞 朋友的孩子当场走了 他18岁未成年 法院判父母要连带赔偿 1000万给四肢瘫痪的女生 朋友的家庭经济原本就很困难 无力偿还 无照驾驶本来就是不应该 为成年子女所造成的损失 父母要一并的承担 必须要谨慎 我们的汽机车都必须投保 强制责任险 任意第三人和超额险 而驾驶人伤害险和乘客险 最好也买一下 这些基本的保障 一个月只花你几百块 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 我是秀姐你有保险的问题可以私讯我